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网友觉得他们过度吃宗恩代劳本时 突然就蹦出一档浪解 当大家觉得他们沉迷于收割浪解 批歌的红利不可自拔时 他们又贡献了一部以音乐为题 情怀为瘾的新王战综艺 生生不息 节目以先往后台的形式播出 收视仍然飘红 网络热度持续登顶 热搜话题一轮接一轮 从舞台效果 口碑到嘉宾表现 皆迎来无数赞赏 如此漂亮的成绩给生生不息来了个开播集报的标签也毫不夸张 而且由生生不息引发的追踪热潮 这才刚刚开始 高在好评把节目组夸了遍 感叹从舞美到阵容都是英宗天花版级别 的确 幕后制作由我是歌手原班人马在线质感 从先到此开始便立住了 嘉宾用豪华阵容已经装不住 经典回归更为贴切 乐堂活化使林子祥 叶倩文夫妇镇住了底蕴 紧接着 还有李文 李克勤 李健 周笔畅 这一次 芒果又挠中了观众的养学 成功的选题是吸引观众的根本因素 浪姐之于熟灵女性 皮革之于兄弟情怀 再见爱人之于婚姻痛点 每一个选题都正好集在观众心坎上 生生不息成功的基石意在于选题 港月 曾让几代人沉醉的港月 曾创造无数华语经典的港月 曾风靡整个华语圈的港月 曾是许多音乐人的启蒙之乐 亦是让大量当下观众怀念的港月 批哥大湾区哥哥们出圈 有情怀魅力 也由港月经典加成 去年中秋晚会 湾区声明月最为火热 亦因港月助力 港月总能翘起惊人热度 观众对港月的情感 是很多华语新音乐无法媲美的 生生不息不再如以往影视宗作品一样 摘录一两曲经典贴金 而是完全围绕港月交注乐视舞台 港月本人75岁的林子祥 一组武侠串烧勾起了多少人的经典港片回忆 燃起了多少人的武侠英雄梦 歌词与他的歌声一样 有着千军万马之势 香港武侠片语林子祥的契合度永远无人能代替 从长路漫漫任我闯到男儿当自强 音乐的感动与电影的情怀一共席卷而来 让人热血沸腾 那首侠气十足的潇洒走一回 让很多人认识了叶倩文 如今优雅老去的他 又带来了曾经KTV必点港月祝福 悠悠流泉随路转 送礼祝福永不断 双高白头以柔克刚 叶倩文一首祝福唱完 台下年长或年轻的观众都哭了 好的音乐永远不会被时间磨损 港月的祝福每个人都能会议 乐动听 词动情 优质舞台与经典港月的完美融合 视听盛宴与情感传递相互裹挟 为时让观众情难自惊 这样的声声不息直击观众的内心 有网友挑刺 觉得吐槽声声不息 又是一部靠情怀撑起来的综艺 七话并不认同 借经典贴经是炒情怀冷饭 深入去评港月之美 却是永不过时的 港月的魅力永远有着无穷厚镜 声声不息走红后 港月爱好者们激动地 刷起了港月不死话题 属于港月的巅峰时代 给我们留下太多音乐宝藏 曾迎唱出整个香港影坛的辉煌 TVB金庸舞侠系列 每一部揭流下充满万丈豪情的歌曲 属于港月的家国大义与江湖侠气 至今仍旧是郭峰武侠的不败搭配 两者相辅相成 2017年 郭静宇翻拍摄雕时 率先勾起观众武侠热血的 并不是杨旭文版的新英雄郭静 而是作品启用83TVB版的主题曲《铁血担心》 一首能激起观众怀就怀 又与侠之大者精神最贴合的一首歌 他之于金庸舞侠 就像男儿当自强之于黄飞鸿 友情岁月之于古惑仔 声声不息中 林子祥用舞侠豪气震场 叶倩文送时光祝福 李克勤献清诚之歌 乐与温情娓娓道来 情是音乐人的灵感源泉 亦是港月底色 或动感或浪漫 或轻声呢喃或岁月沉淀 港月总能挖掘出多样的风姿 呈现音乐情感的有效传统 由歌手的声音 撩动听众的耳膜 他们不是如今饭圈追捧的 IDOL音乐那般 依赖华丽的舞台 也不是很多新歌般 让大多数观众听完即忘 港月往往都有着异曲入新的魔力 观众能听懂音乐传递的情 也能被歌曲想表达的情意感染 不同歌手又可以用不同的情感 去诠释出不同风韵 大家听的是音乐 而不是看热闹 年轻的观众可以听一听 林一连、张学友 曾在某项颁奖典礼上 演唱一组经典港月串烧 收录了包括天若友情 追、友情岁月等多首电影主题曲 每一首的旋律都能让听众 跟着一起沉醉 每一首的歌词都能写入 人物或故事的灵魂 港月能成不败的情怀 不是因为他们老 而是深入人心 所以生生不息 传统的流行难以复制的音乐水平 港月与当下流行 或者说饭圈很流行的音乐 有很大不同 后者追求流行元素 舞台怎么华丽怎么来 音乐却形式远远大于内容 很多时候 观众很难分得清 这些音乐背后有什么样的文化底蕴 所以热门很多 留下的经典却很少 但能冲破光阴束缚的港月 却是以传统文化为内核 缔造无数经典的黄站 所追求的大乐弊异 便是以中国传统音乐 为创作概念 用文化之魂 普流行之乐 把国粹与流行完美结合 奠定经典基础 这是港月能经久不衰的重要筹码 但同时也造就了港月难以复制的高度 正如歌手李健总结的那样 巅峰时期的港月 背后还有一群文化底蕴深厚的推手 那时候 乐坛很多词曲作者的文学水平很扎实 词人黄站便是比武侠泰斗金庸 科幻鼻祖黎矿启明的湘江四大才子 很多港月巅峰期的词作水平 当下乐坛已经很难有同样造诣的创作者能称上 近年来 他与港片一样 也不断陷入断带循环 75岁的林子祥听到这种说法 坚定地说 我还在 去年 他在湾区声乐名 用敢爱敢作唤起观众的回忆 在我们的歌用数字歌证明自己的铁肺仍旧坚挺 今年 他在声声不息继续hold住全场 即使老歌迷听出这并不是他的巅峰水平 也仍旧让年轻观众感到十足的惊艳 别的不说 如今的新生代歌手 有几个能拼过这位75岁大爷的气息 港月年轻心心断带 大魔王却仍在 但观众仍旧要面对一个现实 称其港月巅峰时代的创作力量的确断层了 他们与港片一样 缺乏后备补给 港月不死 也不会死 因为现存的经典永远可能不受时光限制流传下去 得到一代代人的欣赏 但新港月也的确需要不息的力量 生生不息面世的意义也在于此 试听盛宴 情怀回忆 实力唱将是节目的精彩看点 通过重燃全民共情回顾港月的无限魅力 从而激起年轻人心中对经典音乐的关注与鉴赏 则是作品内核 文化的方勇流传需要不断地挖掘与再创造 而创造需要用大众的关注推动年轻人的热爱 希望生生不息能为港月的生生不息注入力量 完成了